做烧烤里得有自己的特色 这个铁板鲫鱼就非常的不错 鱼肉外焦里内鲜嫩爽滑 融合的鲜辣口感瞬间打开你的胃来 吃了就让你忘不了 今天老脸38秒教会里 学会了在家也能做出烧烤店的味道 首先香火的鲫鱼 处理干净之后 如饰品这样改成南炒花刀 铁板中加入适量的油 油烧热之后少放一点盐在铁板里 做这个铁板鲫鱼 最好把这个鱼的水分用毛巾擦干了 把鲫鱼放在铁板里之后 再少撒一点盐在鱼的身上 当这个鱼肉下面煎至表皮金黄酥脆 再把它翻过来煎另一面 煎这个鲫鱼记住了不要煎时间太长了 如果鱼肉煎得太干了 影响起口感 加入适量的青黄太椒丁在里面 放点洋葱丁 大蒜再放在这里面 稍稍煎一煎 把这配料的香味煎出来 再淋上这个铁板鲫鱼汁在上面 这个汁不要淋太多了 脸面均匀淋点就可以了 这个鲫鱼汁在我主页里就能找到 那里有详细的做法及配方 煎好的鲫鱼上桌的时候 再撒点葱丁在上面 起到点酱和蒸香的作用 就在铁板鲫鱼里吃出去 把小味老毙了 想学烧烤别乱跑 关注老你就对了